福音长棒 传福音你最棒 欢迎大家收看福音长棒第二集节目 当我们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渐渐发现上帝赐下的恩典有多大 我们体验到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我们也渐渐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改变 上帝的话 圣经又是如何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关 这些都可以是我们和朋友分享福音的内容 所以基督徒向人谈起福音 为耶稣做见证 应该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今天我们的福音长棒第二集邀请来的两位 也是帅哥记得 我们师屋来自师屋的一个堂会的弟兄 他们就是这位是 我叫姚志汉 姚志汉 你来自哪里 来自淮安堂 淮安堂 清团是吗 对 那目前是 目前我在经营自己的水果的生意 然后最近过得挺充实的 因为最近也推出了一款新的饮料 就是把水果跟牛奶就是混合在一起 制造成一种比较健康的饮料 刚刚推出了 OK 好 好 好 这是志汉 那么接下来旁边这位是逸良 嗨 这边你好 我是逸良 我姓钱 也可以叫我Daniel Daniel 那我也是来自淮安堂 那我目前是在沙巴神学院装备 哦 是神学生 嗯 对 今天把你们两位请来节目 就是因为你们 你们之间有一段非常 我觉得非常奇妙的见证 你知道吗 当初我就是因为听了你们两个人的见证 在一个祷告会上面 我听到你们的见证 我在下面坐着听的时候 我深深地受感动 我心里想 哇 这两个年轻人 太太爱主了 他们的生命太美好了 我心里想 如果我们的卫理工会的青年人 都这么愿意为主出来传福音的话 我们教会怎么可能不行忘了起来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神祷告 因为我长久以来就想要做一个节目 是跟我们青少年有关系的 后来我就来自于一个灵感 就是那我就做一个节目是关于 唐怎么传福音 就从你们两个故事给我的一些的启发 我们要把你们请来节目 跟大家分享你们的见证 就是你们 就是一两你怎么把这个福音传给志汉 志汉你又怎么去回应这个福音 然后接下来你也成为那个传福音的人 哇 这个传承多美妙啊 对 所以 不过那时候你们都没空 是你没空 你去沙巴了 还不太起步 所以第一集没有找到你们 就找了另外的新安坛的弟兄 那么第二集就你回来了放假了嘛 就赶快逮住你来录这一集节目 感谢主 对 就是因为你们的见证 让我有这个做这个节目的一个想法 所以今天就让更多人听一听 神在你们身上一些奇妙的作为 那首先你是传福音给志汉的人 对不对 一梁你是把福音传给志汉 这到底这个过程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这件事说起来也是有一段的历史 因为不是最近才发生的 发生在2015年 就是三年前 三年前 对 当时候我是怎么认识志汉呢 就是透过我们怀亲的小组 我们是喜乐组 当时候就认识了志汉这位 朝气蓬勃的青年人 对 那我们在这个团契里面 就是宣教组 他们有推动这个福音小队 福音小队 对 特别是通过每一个小组 当时候我刚好是喜乐组的组长 那我们就在有限的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就找这些的器友或者是主缘们来跟他们分享这个福音 那当时候也认识志汉一段时间 真的很感恩看到他 这个一直他是很肯学习的一位弟兄 只是我们发现到就是他信仰的根基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的跟进 那就是在这样子的看见圣灵的感动之下 那我和我们小组的另外两位姐妹 我们就约他出来 然后就怎么样 我们就跟他传福音 你约他的时候你是电话联络还是 信息 信息 就一通信息 就说要不要出来喝茶之类的 对 我要不要出来喝茶 然后就说要跟我聊一些关于信仰的一些的东西 然后就留意了一下就答应了 ok 你在这之前你对义良很熟悉吗 不是很熟悉 知道他是我们一个小组的 嗯 是我们的组长 是组长 所以你收到他信息你就回应说你可可以 哦 ok 所以后来你就赴约了 对 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在那个Red Carrot 哦 报告 ok 嗯 好 所以你赴约了之后就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他跟我讲说 呃 真正的救恩了 上帝的恩典 然后就跟我传 然后就带领我做那个绝质的祷告 嗯嗯 你那时候是用什么来 呃 是用什么材料 呃 我就呃 问一些问题 比如 就就好啊 重演一次好不好 你是怎样的 跟他撞回 虽然记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相信其中第一个问题我就问他 我说 呃 自汉 嗯 假如我们今天晚上 呃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呃 你是否肯定你能够上天坛 嗯 我讲我不确定 嗯 嗯 然后因为我说 因为我自己觉得说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知道说我自己达不到上帝的要求 嗯 上帝一定不会喜悦我这样子的人 所以说如果我就要死了我一定不会上到天堂 嗯 嗯 可是他想说 是他的话如果是我 他想说我可以很肯定的我可以上到天堂 哦 哦 OK 所以你又趁机跟他做见证了吗 是 嗯 嗯 好 之后我们就 比较用三幅式 但是我们是比较简单式的 嗯 就是我们跟他谈起关于到恩典啊 关于到人的罪啊 然后救恩 嗯 就耶稣基督的信心 嗯 这样子的课题和他分享 嗯 那今天中我们也有分享我们个人的见证 哦 让他明白 原来是 并不是说他一个人曾经面对过这样子的挣扎 嗯 而且就是我本身曾经也是在信仰上 虽然我从小就是一名基督徒 嗯 但是我曾经也是有这样的挣扎过 嗯 所以就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也跟他分享 嗯 让他 当然最重要是他很 啊 很愿意学习 他很可恶 对 是上帝的带领 嗯 嗯 对 所以后来 谈到后来他就是问你要不要决志信主 对 嗯 嗯 请问一下你当时候听到他讲的那些福音信息 你的心理状况是怎样的 是波涛汹涌的还是很平静的还是很喜乐的还是 就是很不 很不 不 不敢相信那种 嗯 就是很不敢相信 就想说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事情 嗯 嗯 可是就是就是有这么这样子的白白的恩典 嗯 嗯 所以说就后来就慢慢也是靠着一些讲到的信息了 慢慢慢慢的比较更确认自己的那个机会 嗯嗯 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在我们步道晚的时候那特别有在跟他澄清 嗯 那他说肯定能够上天堂了那我就问他 因为开始的时候他是说我这个人不够好啊 嗯 他不够好但是他很肯学习要不够好 嗯 后来经过我们分享之后那到结尾的时候呢那我就有在问他 你能够上天堂是为什么呢 嗯 是 不是靠着行为是吗 所以不是靠着行为 然后是靠着恩典 就是刚才他提的 就是你信的tune 嗯嗯嗯 是 所以后来就决志信主了 嗯 OK 那他决志信主你那一刹那的感觉是 哦 非常的激动 你有你有预想到说他会信主吗 嗯 那他我们出去我们就是传福音不到他其实不是我们第一位接触的对象 嗯 啊那么啊我们其实是就是平心就是平心去分享 嗯嗯啊就也没有说对就是期待他可以真的明白福音 但是却也没有说抱着怎么样啊就是说有把握的 没有把握的 嗯嗯嗯对就是说对他有期待但是也不会说他如果真的是还不能接受的话 我相信在未来我们还是一个小组 嗯还是可以跟进 并不只要代表说这一次的分享就是一切 一个结束了 嗯对对 嗯 不过他那一刻当他是这么清楚的时候 嗯 我的确是非常的感恩 嗯嗯 然后我们有做一些的纪录 嗯 所以就是非常的感动 非常感恩 是 是 所以即便 我说即便 他那时候是拒绝 你也不会有失望 因为做成这功能是圣灵 不是我们的口才 还是我们对圣经了解有多少 主要是因为圣灵工作 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 他心天柔乱 感受到神的爱 他也知道自己是罪人 所以他就愿意 觉知信主 所以即便我们被人家拒绝 也不要觉得说没有面子 丢脸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青年人 他们害怕闯灰 就是因为害怕被拒绝 对 所以不敢开口 很多都是这样的心态 是 那你现在成为门徒人 你跟人家闯灰 你也会害怕 对 也是会害怕 也是会害怕被拒绝 对 可是还是会想尝试 是 因为都知道我会去教会那些 所以说就比较容易跟他们敞开这个话题 就是说你最近都在干嘛 最多都是在教会那些 然后就可以跟他讲到一点一点 是 一点一点的 一点一点的把他们 push 更靠近耶稣 就是说要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很重要 是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去教会怎么样去带人去 嗯 是 是 刚刚毅然说 他就是叫这个青年团契的宣教组 有一个福音小组 然后就看看我们团契里面哪个小组的人 有需要我们就去跟他谈福音 对不对 对 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然后就是通过组长组长的和同工们的推动 嗯 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 嗯 是 呃 这个方式是一个有仪式的传福音方式 这个好过我们去路边随便拉一个默契人谈福音 这种方式好得多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已经有关系的 已经有建立关系的 我们讲说所谓有关系就是 没关系 有关系就没关系 所以我们从自己的这个关系网络当中 去找我们想要传福音的对象 把它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 然后也为他祷告 求神预备机会 也预备他的心田 然后呢 透过一些的策略 比如说定期的或不定期的 邀请他去参加教会的活动 比如说圣诞节 比如说我们我们常常有办这个电影布道会 就把他带去 对就把他带去 邀请他去 然后呢也透过我们的见证 表现出我们基督徒的行为 然后也关心他 所以当我们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 有那个找到这个沟通的桥梁 有这个沟通的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他跟耶稣再拉近一点 让他跟我们的神也建立那个关系 先从我们开始 然后再把他推到那边越来越靠近耶稣 让他跟耶稣也建立关系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听起来不是那么难 就是交朋友 然后把好东西给他介绍 就像我们有时候会有朋友 跟我们介绍什么产品之类的 那种模式 他愿意接受那是最好 他不愿意接受 我们也不是 不用觉得说很失望或是很丢脸 还是朋友 还是朋友 然后继续 反正还是有机会 把这个佛音传给对方 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布道法 这个在团契跟教会里面 还有在我们的同学圈 或是我们的同事圈里面 是很容易做到的 对 其实神都已经把人带到我们身边了 对 对 所以这是你们的当初的一个福音 传跟寿的这个开始 对 不是结束是开始 是是是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下这个志汉 你接受了福音之后 有些人可能说 会不会有那种戏剧化的改变360度 他什么坏习惯就被转变啊 改掉啊什么之类的 我想每个人的这个 神在每个人身上动工的那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渐进式的 茫茫的来改变我们 那你的情况是 我的就是 其实我在就是一两代我信主过后 其实我没有真正的很亲近上帝 就是没有常常领袖 也没有领袖 没有常常领袖 没有祷告那些 就是一两之前跟我说 他想说 如果你要跟上帝建立关系的话 就像你跟你的女朋友 你要每天跟他沟通嘛 你才能关系才能好嘛 所以说 你要常常跟上帝祷告啊 是 要常常跟上帝建立那个关系 是 嗯 然后 其实我就 没有这样子做啦 过后 就是因为 慢慢的 过后我是因为认识到 我是遇到我的一个表妹 表妹 嗯 然后她 改变我也是 在我生命中改变很大 哦 表妹 嗯嗯嗯 这表妹她是她在 她 她的家庭是很有权的 嗯 所以说 呃 在我的印象当中 她是不会 这么样的去 服侍上帝的一种人 哦 所以说当初我去 我刚好有个机会 就是去西马 然后去 刚好去找她 那是偶然的机会 然后 就看到她在 就看到她的生活 就是 很苏灵那种 嗯 很苏灵 很苏灵那种 就是每次去教会 然后她在教会呢 是担任 呃 主席就带领整个团契的 嗯 然后当我看到她的这个恩赐的时候 我觉得说 真的是 很棒 这样子的一个人 都可以 成为这样子 上帝的器皿 来为她工作 嗯 嗯 所以说 我也是 很羡慕她这样子的 一个的 恩赐 然后 就想向她学习 嗯嗯嗯嗯 是 对 然后她也是常常会 会 就是我们关系比较好之后 嗯嗯嗯嗯 她会常常的来管教我 管我咯 哈哈 可以要管你 就是说 你放钱要祷告啊什么啊 嗯 然后你不可以讲这种话 什么什么 嗯 就变成 就会被她管道 这样子 嗯嗯 所以我们信主之后 嗯 我们生命不是说 马上 马上的转变 马上的转变 我们还是需要 其实我觉得 鼠灵伙伴 是非常重要的 对 就你表妹成为你的 很好的鼠灵伙伴 嗯 她的生命给你一些激励 然后她的提醒啊 督促啊 就又把你一直push上去了 对 不然我们会忘记 或是说会懒惰 对 会有时候会觉得说 嗯 很孤单 没有同路人一起奔走 这个前轮会孤单 然后就落单了到后面 对 对 是是 所以后来就是表妹的生命 就影响你的生命 对 其实一两影响我也是很多 因为我看到她在小组里面 她在分享那个信息的时候啊 她在带领的时候啊 就把那个 就讲得很顺畅那些 就圣经的话语她可以记得很清楚 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她也是一个很有见证的人 嗯 是是是 真的 然后我觉得她最让我 嗯 最值得我学习的就是她的 谦卑的态度 嗯嗯 她就算在台上她带领的很好 可是呢她在 她在我 她在还是跟我讲说 她每次很紧张啊 她说得不够好啊 我觉得说她真的是太谦卑了 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仆人 嗯 所以她也是在我的 嗯 心中也是 就像眼一样的作用影响了我 是是 嗯 是 所以你有光有眼在你旁边 对 左右影响你 嗯 是也是上帝的恩典 对 对 好 我们到最后啊 想听听看哈 嗯 嗯 音良你有什么话要跟志涵说 志涵你有什么话要跟音良说 你先吗 嗯 我先吗 OK 我特别要 圍着志涵 弟兄啊 就是圍着你 感谢我们的上帝 因为我相信说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 嗯 所以一切发生 包括啊 我们之间的一些的交流 嗯 一些的分享 嗯 就是神他进行他伟大的作为的一个点 是 所以啊 嗯 我真的很感动 特别是当我去年的时候 神经的你是比较被动的 嗯 但是后来啊 就是啊 从我曾经邀请你 你都很学习 愿意付出 一直到今天啊 后来你就会主动的来问我 有什么服事 你可以参与当中 嗯 嗯 最感动的一次是去年我们 游行报家里你来带我的时候 嗯 那也是我要准备好我自己 去神学院装备的时候 哦 当时候我特别的感动 就是 你递了一包 哇 这个满满的祝福 就是 嗯 都是好质量的水果 水果 对 然后感动我的 就是你后来也加一句话 你就鼓励我说 要好好的去 嗯 所以我看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一直他都对你不离不弃 嗯 然后我希望你能够再结再厉 好 既然你是金银水果的 那你更明白 更明白到结果之 是多么的重要 是 所以愿神赐补你前面的道路 是 好 那 我呢 就是 一两人就算我的 灵魂的救命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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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 那一包水果也是 对我来说 小小的意思 因为你真的是 改变了我很多 嗯 所以说 真的很感恩 上帝安排了这样一个 贵人 在我的生命当中 然后 亲自的带领我 信主 然后又影响了我 嗯 然后就是 你的态度真的是 我们 很多人都应该 向你学习的 是 很美的态度 嗯 希望说你在 神学的 呃 道路上面也 真的要加油 嗯 嗯 好 啊 啊 是 是 很美了 一两哦 目前在 沙巴神学院 专备 是我们教会 未来的传导人 非常期待他 未来 嗯 成为很多人的 牧雅人 帮助跟 帮助跟 帮助我们教会 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哦 让更多人 听到福音信息 哦 让我们的主耶稣 在生天之前 要他的门徒 为他的复活 做见证 哦 并且呢 他应允会赐下圣灵 使我们能得着能力 所以所有的基督徒 都应该学习 如何向那些 还没有认识福音的人 做见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愿神赐给你能力和勇气 让你能够跟别人谈论耶稣 他人就恩 那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咯 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